一、阿尔法说到阿尔法,其实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,因为星光大道,而走红,唱歌跳舞样亮精通,小时候肥肥得很可爱,后来到了十几岁之后,阿尔法的颜值根是惊人了,成为了不少少女心中的男神,不过当他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候,长相就有点令人不能接受了。 不仅变得很苍老,头发感觉要快要秃了了,明明还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,但是看起来却像是一个三十四岁的游腻大叔。 二、好少文很多九龄后,对于好少文应该都是非常的熟悉的,曾经乌龙院里面的那个小胖子,于是小龙一起出道走红的小演员,要说到萌娃的话,那他就是萌娃鼻祖了。 小时候的好少文胖胖的非常可爱,可是后来当好少文长大之后,虽然说还是胖胖的的,但是却已经失去了小时候那种可爱。 三、游浩然游浩然也算是十九龄后,的一个非常经典点的回忆了。 在《家有儿女》里面的小雨的那个角色,吸引了不少的阿姨粉,而且她还有一个为妈妈洗脚的公益广告,也是感动了不少人的。 与好少文一样,在长到之后人没有变瘦,但是却变难看了。 现在的游浩然恐怕走到大街上面,都很少有人能够认出来了吧。 四、小小宾其实小小宾可能是几位里面混得最惨的一位,小时候因为长相可爱,才艺也多。 随意被网友称之为天才同心,但是在走红之后,因为被自己父母的过度消费,导致现在无戏可拍的小小宾日子过得有点悲惨。 不仅长相了变化,就连生病了皮肤溃烂也没前一致,所以渐渐的也就成为网友心中最可惜的那一位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